所以病人通常就搞不懂 什么叫做子宫肌腺症 很多医生讲说 肿瘤在我停经之后会萎缩吗? 我说没错 那是指子宫肌瘤会萎缩 但是子宫肌腺症不会啊 那我问了病人最担忧的一件事 子宫肌腺症会不会得癌症? 假设你今天有子宫肌腺症 但是你还未婚 但是你每次月薪来都非常痛 千万不要把子宫放到 全部变成硬化 像这种情形 子宫大概要保留的机会很少 子宫有部分坏 我们可以做部分切除 保留正常的子宫 还留住生意的计划 今天正好有一个病人 他一坐下来就说 他有子宫肌瘤的困扰 那实际上 他已经知道他有子宫肌瘤 代表这个病人 可能已经到其他医院或诊所去看过 那可能当地的医生 也帮他做了一个超音波 那病人就说 我有长子宫肌瘤 后来我就问了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说你月薪来会不会痛 他说会 我说你疼痛的程度需要吃到止痛药吗 他说需要 我说你吃几天 他最起码在月薪期间我需要吃 那我就问到他第二个问题 你月薪期间会不会胀气 会不会软便 他说会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今天我初步 从问诊我大概可以了解到 你应该不是只有单纯的子宫肌瘤 你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你可能有子宫肌瘤 正好也合并子宫肌线症 子宫肌线瘤 所以病人通常就搞不懂他 什么叫做子宫肌线症 什么叫做子宫肌线瘤 后来我就把手机拿出来 我就给他示范了一个图片 我说非常清楚 你只要看图片 你大概就会知道 你到底是子宫肌瘤 还是子宫肌线症 好 第一个我就把这个 这张照片我拿给他看 这个是子宫肌瘤 那这个病人大概41、12岁 他子宫里面长了大概有 二、三十颗肌瘤 那最后因为他月薪量很大 后来呢 我们就去做了一个手术 就把他的子宫肌瘤 都拿出来 总共二、三十颗 但他子宫还保留 这个叫子宫肌瘤 但很多人可以了解一下 子宫肌瘤意思就是一些肿瘤 正好长在子宫里面 各个部位都有可能 有长在子宫腔里的 有长在肌肉层里的 或长在子宫外表的 这叫肌瘤 肌瘤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疼痛 除非你又正好合并了 子宫肌腺症 子宫肌腺瘤 或者 你有子宫肌瘤 你正好合并了 子宫内膜异味症 它就会造成疼痛 怎么样教大家 一般女性朋友了解 肌瘤跟肌腺症的差别 这是肌瘤 就一颗颗的东西 好,那什么叫子宫肌腺症 大家可以看这个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一个子宫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子宫肌腺症 如果我们把它放大看 这个整个子宫的组织 就硬邦邦的 就摸起来 我们在手感 就像我们在手术中 或者把子宫做了切除 它摸起来的手感 是整个硬硬的 像摸一个木头一样 这个叫肌腺症 很多病人看了这个 都有点傻眼 子宫肌腺症 就是你整个子宫已经硬化了 有点类似所谓的肝硬化 它实际上里面并没有长瘤 它就是子宫本身硬化 所以我问很多病人 我说这个子宫硬化之后 我问他 我说你觉得他停经之后 子宫肌腺症会不会好 他们说有的医生说会好 我说未必哦 肝硬化一旦硬化之后 他是永远回不到正常的肝脏组织 子宫肌腺症也说 子宫一旦硬化之后 他永远不会再回到原来正常的子宫组织 所以就跟你就跟一辈子 就算你停经之后 他肌腺症还是留在你子宫里面 他说不是很多医生讲说 我的肿瘤在我停经之后会萎缩吗 我说没错 那是子宫肌瘤会萎缩 但是子宫肌腺症不会啊 子宫肌腺症代表你子宫已经硬化了 他怎么萎缩呢 他本身的就像肝脏已经硬化 他也不会萎缩啊 他就永远存留在你的肚子里 那我问了病人最担忧的一件事 他说他们最想知道说 子宫肌腺症会不会得癌症 这是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很想知道的 那我的回答很简单 我就问他 我说你觉得肝硬化的病人会不会得肝癌 他们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他们也都知道 有肝癌的病人 大部分 而病肝硬化的人是很多的 所以你有肝硬化 你将来得到肝癌的机会 比正常的人多 就像同样的 一个有肌腺症的病人 他子宫内膜癌的机会也比较高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实例 通常假设你有子宫内膜癌 到最后我们必须把子宫切除 我们把子宫切除之后 就送去化验 发现他的确是有子宫内膜癌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发现 当我们去检验子宫的时候 他除了有子宫内膜癌 他的子宫本身 有三分之二都是肌腺症 就是有很多得内膜癌的病人 他的子宫切除之后 化验的结果 发现里面有三分之二的病人 他的子宫同时合并肌腺症 所以肌腺症本身 不见得会变癌症 但是他合并内膜癌的 几率是比正常人要高的 一旦你有这个疾病 你必须最好终身都要做检查 如果你停经之后 有一天 你忽然发生出血 像我们今天下午 正好碰到一个病人 他已经62岁 他最近流血流了十天 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子宫内膜切片 发现他内膜癌 实际上他一直都知道 他有肌腺症的困扰 可是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 已经停经了 到了62岁 子宫还在身上没有切除 可是你得到内膜癌的几率 是比一般人要高的 所以假设你有子宫肌腺症 我会建议父女 每半年最好到妇产科 去做一个追踪 如果你一旦停经之后 发生流血的现象 我建议要赶快做内膜切片 大家都知道我们妇科里面 比如有暖潮癌 有子宫颈癌 有子宫内膜癌 这三个 今天这三个癌症 只有子宫内膜癌的几率 是慢慢在上升 在整个国家卫生医研究院的统计 子宫对父女朋友来讲 最重要的工作 就生孩子 假设你今天有子宫肌腺症 但是你还未婚 但是你每次月薪来都非常痛 你千万不要把子宫放到有一天 整颗子宫都变肌腺症 几乎100%的子宫全部变成硬化 像这种情形 子宫大概要保留的机会很少 所以假设有一个妇女 她开始有惊痛这个毛病 然后我们诊断出来她有子宫肌腺症 可是她还未婚 她还希望将来能够保留子宫 将来可以完成生育的计划 那我就建议 如果这一个族群的妇女 你可能可以考虑做手术治疗 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解决你每个月 筋痛带来的困扰 有的时候这个筋痛痛死人 甚至一天挂急诊挂一两次的都有可能 甚至吃止痛药吃得越来越凶 所以你早期先去把坏掉的子宫部分切除 如果她今天坏三分之一 我们切三分之一 再把子宫再把它缝好 缝得也要密密很紧密 因为你既然把子宫保留的目的 将来要生孩子 所以你将来一定要把这个子宫 坏掉的地方切掉 好的地方要把它缝很紧密 你免得她将来一旦怀孕 子宫从这么小 从这么小一旦扩大扩大到这么大 万一那个伤口密合度不好 她在怀孕当中会破裂 这个很重要 子宫有部分患 我们可以做部分切除 保留正常的子宫 还留住生育的计划 这个是我对一般妇女朋友的建议 你不要说等到有一天全坏了 你说我要做治疗 而且我将来一定要生育 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容易办得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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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